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你今天收看是Kiss out day lesson 第587节课了 我们今天要去讲解的是呢 怎么样用一个万能原因去套用这个季度 part 1的8个topic 那这8个topic分别都是 weekends, chocolate, ice cream, music, movies, rooms, happy 和 arts 你这样看起来这8个topic之间是不是没有任何关系啊 但是呢,我昨天带了一个一对一的学生 他是从7分考到8分的一个学生啊 他只用了这一个万能原因 就学生这一个万能原因就可以去回答这8个topic 也就是说他每一个topic的时候的话 都会问这么一个题就是 Do you like doing something? 比如说Do you like weekends? Do you like arts? Do you like chocolate? Do you like ice cream? 只要去问到这样题的话 这个学生都可以用这一个万能原因来去回答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去看一下 他这个万能原因究竟是什么 以及是怎么样去套题的 为什么要讲解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最近有很多免费课程的同学 经常会跟我们说 老师我编好了这个四个万能原因之后的话 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套用那么多的题目怎么办 所以我希望可以通过今天这个讲解的话呢 可以给大家一些思路上面的这个启发 然后这样你自学的时候的话 可以去更好去套用了 那我们今天这节课程的话 首先先会给大家去回顾一下 什么是万能原因 然后咱们就来就开始这个套题的过程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节课 会对你的复习有一些帮助的话 把我们一键三连一下 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学 去看到我们的免费课程了 好如果你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是万能原因的话呢 那我们下面有一分钟的时间带你去回顾一下 如果你已经熟悉了我们的课程的这个方法的话呢 直接跳过这一分钟就可以了 好这个万能原因的话呢 实际上是用来去回答part one预测题目的 那在part one里边的话 有很多题考官都会问你 why 比如说do you like doing something how often do you do something what's your favorite something 那所有这些题目的话 实际上就让你去解释原因的吧 那我们发现实际上有60%到70%的题的话呢 都可以用四个万能原因来回答 而这四个万能原因是怎么来的 是通过去挖掘你自己 怎么说的话 你自己的人设 你们经常说这个叫人设 实际上就是你自己平时做决定的时候的话 经常去用到的一些原因 等会我会给你一个例子 你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印象 比如说我自己特别喜欢去做一些比较creative的事情 或者我自己比较喜欢去做一些 比如说freestyle的事情吧 那我所有和这个事情相关的题的话 就都可以去套用住了 那当然我现在跟你说的话 并不是很具体 你到我们的七天的免费个程里面去注册一下 那专门有这一节课 有我带着一个一对一的同学 给大家去做了一个演示 怎么样去帮他想到这个四个万能原因 以及是如何套题的 那同时的话呢 我们这个季度所有的这个part one的预测题 我也给你做了一个演示 是如何去套上这个四个万能原因 大概有60-70%的题都可以去套上的 然后YouTube同学的话 点击右上角这个视频 就可以去看一下 B站同学的话 这个视频下面是有一个链接的 好下面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这个从七分要考到八分同学的 这个万能原因 以及是怎么样去套用这八个topic的 他的这个万能原因呢 是首先呢 这个万能原因是属于他自己的 是通过他自己的个人的兴趣爱好 以及个人的经历去挑选出来 所以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大家不要互相去抄这个万能原因 不然所有人回答问题的时候 这个万能原因就都是一样的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这个万能原因 我们叫他这个S同学 S同学是一个性格 非常抱不住的同学 非常可爱 然后他的这个万能原因是 给大家去读一下 我们来去看一下屏幕上就可以 我们给大家放大 他说我喜欢去做一些 总能让我有新体验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可以给我的脑子 一个特别不同的刺激 让我觉得超级兴奋 这种情况 比如说他特别喜欢购物 特别喜欢吃甜点 特别喜欢做甜点 都是这样的 都是有这些比较新的这个体验 那我们变成英文呢就是 I love doing things that always that can always provide me with new experiences I find that they can give my brain a special kind of stimulation which really excites me 那这个万能原因的话呢 我们是怎么去想出来的话呢 是我们每一个coach 在这个一对一课上的时候的话呢 都会给学生一套这个调查问卷 然后这个问卷上面的话 就会问他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 然后通过这个问题 去收集了他的一个特点之后的话 给他去总结出来 这个四个万能原因 然后这个学生这个问卷出来之后 特别有意思就是 他特别喜欢去购物 喜欢去做甜点 而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 他特别喜欢跟他周围的朋友 去聊工作上面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说他朋友 可能不是做邮教 是做其他行业 比如说在医院里边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就会发现 实际上这些事情 都有一些共同点 就是他喜欢一些 总可以让他有这么一些新体验 和他目前生活接触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事情 那我们这样总结完了一下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 可以去套用很多很多的套皮 他既可以用他回答说喜欢 也可以说用他来去回答 不喜欢的事情 还有一个比较重点 就是你会看这个万能原因的 这个第二行 我具体说了一下 怎么样让我更兴奋 如果他直接就是说 我就是喜欢一些比较新鲜的事情 这样会让我觉得比较刺激 让我觉得生活比较有意思 你是不是没有解释怎么样啊 因为如果你想考一个七分 甚至是八分的话 你必须要把一个号 更具体的解释出来 咱们评分标准里边 有这么一个项 就是在第一个项目 考分析的时候的话 会有一个叫做 Explain Ideas Coherency 那这个时候我们编了一个怎么样 就是更具体的感受 就好像给我脑子一种不一样的刺激一样 所以我看一下 这个题怎么要去套那么多套皮 这个就学生领悟能力特别好 然后视频结尾的时候的话呢 会告诉大家一下 怎么样去参与我们这个免费的 一对一的活动 你就可以也可以去拥有一下 属于你自己的这个万能原因了 好下面我们来去分别去讲解一下 每个题都是怎么样去套用的啊 好因为这个万能原因 不是我自己的万能原因 不是我自己的idea 所以我需要去看稿啊 所以你会看 我会去看一下我电脑屏幕上面的稿啊 好第一个就是weekend 那weekend的时候的话 每一个万能原因去套用的时候 注意听这个思路很重要 首先第一步你需要去想一下 你是真正题目肯定会问你 Do you like weekends? 那你第一步你就要想 我到底真的喜欢weekend 还是不喜欢weekend 那他的回答就是 我非常喜欢weekend 这是你的第一步 确定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要根据真实情况喜欢 你不要说回答 你不要说因为 我们教学的时候 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因为这题可以生搬硬套万能原因 不是啊 你要真实感受喜欢就说喜欢 第二步就是 如果是喜欢的话 你要去想 这个题可不可能是因为 和你万能原因相关的一些点 所以可以套上 比如说这个题 他问自己就是注意啊 那万能原因的第一行是 我喜欢去接触一些新鲜的事情 有给我新体验的事情吧 所以他应该问自己的是 在周末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些新的体验 这个时候他回答就是 我周末的时候可以去购物 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餐厅 所以这个idea就来了吧 好那这一句话 实际上是在你回答的之中的 这个第二句话 也就是说到了我们的第三步了 第三步的时候的话 那他需要去想 weekend带来我这个 可以给我shopping 尝试新餐厅 给我新的体验 同时我要把这第二句话 加上那个流利度模板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四个流利度模板 没许个同学的话 视频下面有链接 一定要去学一下 里边有whenever,after,if和comparate 好 然后这样 根据这个思路的话呢 我们套完了 就是这个样子 他说的是 I absolutely love weekends because they give me the chance to do things other than work such as shopping or trying out new restaurant and 这个时候流利度模板来了 听啊 Whenever I discover a new restaurant with delicious dishes I've never tried before I find that it can give my brain special kind of stimulation which really excites me 这样是不是就特别flow了 我们把它换成中文 就是我超级喜欢周末 因为它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去做一些 我平时工作的时候 不喜欢做的事情 比如说购物啊 或者尝试一些新的餐厅 每次我去发现一个新的餐厅 有一些我从来都没有尝试过的 饭的时候的话 我就觉得 好像可以给我的脑 这种不一样的刺激 让我变得超级兴奋 好 这样说 你是不是就可以套上 然后我们再去 再一起去套一下 这个下面一个题啊 下面一个题是 chocolate 但是巧克力这个题 怎么样去套用 你想想 现在我们就套了快一点了啊 他确实喜欢巧克力 然后你现在想 就是第二句话怎么出来 就是巧克力怎么样 可以去给他 新的一个体验 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啊 你听啊 他说的是 I'm a big fan of I'm a huge fan of chocolate It's definitely my go-to tree 这是加了一句话 就是去做一个补充 然后他要加流氯堵膜吧 Compared to other desserts Chocolate comes in a variety of flavors 因为这个巧克力 有不一样的这个口味吧 所以怎么样 Whenever I try exalted flavors 我们加一个具体吧 Whenever I try some exotic flavors such as during that I've never tasted before I find that it can give my brain a special kind of stimulation which really excites me 是不是跟我们之前回答那个答案的后半部分都是一样 只是中间那个第二句话不一样吧 你现在找到这个重点了吗 我们再套一个题啊 我们套了 现在会套了越来越快了啊 下面一个题是ice cream 再套 但你套一题之后的话 你就自己想啊 ice cream这个题啊 你像ice cream一个题 是不是跟刚才那题一样啊 你是不是也可以说 我特别喜欢吃ice cream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和其他底则相比 ice cream有各种这样的flavor 每次我尝试一个新的flavor 说好像就可以给我脑子一种全新的刺激 我就会变得超级兴奋 那么一样 操级OK了啊 I'm a big fan of I'm a huge fan of ice cream It's definitely my go-to treat Compared to other desserts ice cream comes in a variety of flavors Whenever I taste exalted flavor I've never tried before I find tha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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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那些就全部都是一样的啊 我再带到一个题啊 就除了吃的以外 我们还可以套这个音乐 music music怎么套 music总不能是有不一样的这个flavor吧 你想音乐怎么样可以给我们一些新的体验 从而给我们大脑一个刺激 想一想 这个题怎么套 这个题稍微比较难 所以他就没有把这个新体验的这边 给具体的解释出来 但是他用流利度模板的时候 在whenever的后面加了一个情景 可以直接让他把这个音乐给用上 仔细听啊 他说的是 I'm a huge fan of music especially soft tunes Whenever I feel stressed out Or I'm struggling to come up with new ideas from my lesson plans 这是不是很personalized啊 每当我想出来我这个lesson plan的这个idea的时候 I always turn to some light music 我总是去听一些这个轻音乐 它怎么可以怎么样 Which can give my brain a special kind of stimulation 可以刺激我的脑 但是还没有我去说完嘛 因为你还得去更extend一点 你刺激你脑之后究竟会发生什么 你总不会说让我比较兴奋嘛 因为你前面说的是 我没有办法去想出来这个ideas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又回到了这个idea 他说的是 They really help me release the pressure And let my thoughts flow more freely 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刚可以 刚好最后一句话 和你的第一句话去扣上了 每当我想出来idea的时候 我就听音乐 这个音乐可以去刺激我的脑子 从而可以帮助我去想到这个idea 一环环接一环的 所以如果你想考八分的话 就要有这样的逻辑 下面一个题啊 自己想啊 下面题改了 movies 你是不是喜欢看sci-fi movies 想一想这个题怎么好 Do you like watchingsci-fi movies sci-fi movies 怎么样可以给我们一个新的体验 想一想 sci-fi movies是关于啥的 是不是关于生活里面 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些故事的 你可以说每一次sci-fi 都带我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这不就OK了 简单解释就可以了 所以他说是 Compared to other genres They are definitely more interesting 他用了compared to这个流离度魔法 Because the stories they present are different from our everyday experiences 然后后面又结束 是不是就可以去解释 为什么有意思来 因为可以给我一切新的 不一样的experience These exotic narratives make me feel like I'm immersed in a different world 就是说它又延伸了一点 这样的一个故事 让我觉得好像 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样 这个新的世界 好像就是can give my brain a special kind of stimulation which makes me feel very excited 你看可以继续往下说 好 再下一个题啊 这个下一个题的话 我们套rooms这个题吧 这个题实际上是最难的一个题啊 套的是 他特别喜欢住 他现在的这个房子 你想一想 当你特别喜欢住 这个现在的房子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去说 你现在住的房子能有 实际上他说的就是 他现在住的房子是两居室 以前认为房子是一居室 那这个两居室的话 实际上是 有一个室友在里面 你想怎么 因为有室友 就跟你新体验了呢 那他这个室友啊 经常跟他讲一些工作里面 去发生了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就之前跟你说这个 这个会让他觉得 会有一个新的体验 所以他套的时候说是 Compared to the single studio I used to live in My life has become much more interesting My roommate works at the hospital And she always tells me these hilarious stories from there They are so different from my everyday experience And they never fail to make me laugh 然后讲那个 It's like my brain gets a whole new kind of stimulation Where it gives my brain a different kind of mental stimulation which makes me feel so excited My life has become more interesting 我们看下面一个题啊 Happy Happy这个题比较好套 他说的是 你小的时候 什么情况下 让你比较happy 他直接就说了 在我小的时候的话 每当我爸妈带我去新餐厅的时候 我就happy了 为什么 新餐厅又尝试新的flavor了吧 所以这个题和那个happy 和那个restaurant 和那个 嗯 那个chocolate 和那个ice cream 那个题是一样 所以就是同类的套品 有可能套法都是一样 再换一个题不一样啊 art 就art特别难套 就是 你觉得这个艺术 怎么样才可以去 给你一个新的刺激呢 看一下它是怎么套的啊 嗯 I definitely love arts I've never thought about it why I just love going to museum and listening to music I guess probably because whenever I come across a piece of art I find that it always tells a story that I've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就是每一个艺术 不就是每一个艺术家 这个这个东西 是不是都是一个 特别特别具体的一个故事 你从来都没有听过 或者说 emotions the feelings that come with the piece of art are something that I've never encountered before 这个说明 是不是就可以去 套上你后边 这个玩弹园园来 就是如此去套啊 所以如果他可以 用一个玩弹园团 八个topic 说明你们的一个玩弹园 也可以套八个topic part one总共有多少个 呃topic 30多个吧 那是不是 算个数学吧 四个玩弹园园园就搞定 但是肯定会有一些 玩弹园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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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办法去套用的 那没有办法套用 那色题的话 我们就是用简单的语言 去说一下就可以 那个那个下个星期 可以给大家去讲啊 好 好最后就是呢 如果你想让我 帮你改一下 你自己的玩弹园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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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更全面的一个解答 就想让我们的一对一的coach 带着你去想到 说你自己的四个万能原因 并且把这个四个万能原因 去套用这个整个季度的 所有这个预测题目的大部分 百分之六七十的预测题的话 可以去参与我们这个一对一 免费的coaching活动 会有一个coach带着你 把这些作业全部都是完成一下 然后这个活动的参与方法的话 现在就是去点击一下 你们每周去收到 那个weekly email 如果你注册此天免费课的话 每周都会去收到这个email 下面是有一个链接 去参与一下这个活动 我们下一期就要抽一个人 去帮你想到这个四个万能原因 带你去套题 然后如果你是比较着急 考古的学生的话 我们有一个一对一的课程 里面我们的coach 会帮助去想到四个万能原因 一个万能故事 并且带着你去套用 这个基础所有的题目 包括那些不能套用的题目的话 也会帮助你去修改一下 这个答案 达到你的目标分数 一般情况下都是两个月的时间 可以去提高一分 甚至是两分的一个成绩 对这个课程感兴趣的成绩的话 视频下面是有一个链接的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节课程的讲解的话 会对你关于万能原因的使用 有一个新的理解 或者说会让你会觉得 哦 原来可以复习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并不需要每一个题 都需要去写答案的 可以帮我们一键三连一下 这样你会有又来又多的同学 去看到我们这种 比较简单粗暴的备考方式了 那我们下周 关于coach的这个小 tip 再见了 拜拜